乾脆把這個做那個把檢視裡面有一個凍結窗戈 OK 凍結窗戈在第二列這個地方凍結一下 然後凍結什麼凍結上面的那個凍結窗戈好了 或者凍結手藍 那 不過他手藍 OK 跟正一樣這個藍是在這上面凍結窗戈好了 凍結那個列頂端列OK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把它捲動了 不然每次都看不到上面的藍位名稱 OK你可以把它凍結起來凍結窗戈 那我今天需要怎麼樣 當我選的其中一個項目 這邊第一個要編號 要自動出來 編號怎麼自動出來 其實如果說我今天是用那個兩種方法 一種如果是用原來的函數 函數部分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 這個函數我們剛剛做的函數其實沒有做一些判斷 我們可以做什麼 再把原來這個函數 把它再剪下來 做什麼事情呢 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B欄裡面 同一列的B欄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 我就 顯示 可是如果 B欄裡面沒有資料 那我就不顯示 OK 但是有個缺點 你必須要把這整欄全部先做 全部都輸入了 全部輸入之後的話呢 反正你將來B欄有變動 我A欄就自動會顯示了 OK 然後做一次一個個看 先把剛剛的東西剪下來 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那什麼呢 if B欄裡面 是空的 那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isblank包在外面 一個是用 等於 空字串 等於 空字串 一個是用isblank isblank就是 把 函數外翻譯的blank 刮虎這樣子 兩種方法 那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其實我跟各位講 根據我的 經驗 第二種會比較好 等於 空的 為什麼 因為isblank 偶爾會出錯 什麼意思 明明裡面是blank 是空的 可是它卻恢復 它裡面有資料 而且遇到還蠻多次的 反而用 等於空的 這個倒是沒有什麼 特別的狀況發生 所以 兩種都可以判斷 裡面是不是空的 但是我比較建議 你可以用第2種方法 如果等於空字串 也就是裡面是空的 那怎麼辦呢 我裡面也是空的 反之 才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所以 會顯示 是因為 它裡面不是空的 哪一個 必然不是空的 那如果必然是空的 那就不顯示 OK 還要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往下 點兩下 填滿 再坎錯向下 這邊應該都不會影響 那哪邊會影響 這個先把它Delete掉 OK 那這個底下沒有對不對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用這個方法 請你注意 底下的東西 要再點一下 或者是你幹嘛向下填滿 因為點兩下 它不會 你必須怎麼樣 自己再往下拉 我們不要做太多了 大概就做一部分就好了 理論上你就會 針對你要的部分 去把它 做 你需要的那個 部分的那個資料 先把它填上去 那填上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我現在 再來做 你會發現 當我這邊呢 選了一個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 編號自動會出現 OK 再選一個 編號就出現 但是我把它Delete掉 編號也會跟著消失 OK 那這個方式的話呢 主要是怎麼樣 在剛剛的這個函數 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那個if來判斷 那判斷說呢 如果它的隔壁藍 假設空的話 那我就是 也一樣塞一個空的東西給它 那反之 它才會去把 我們 會 就是那個列號 就是它的那個編號顯示出來 OK 這個第一個方法 但是它這個有個地方 這個有個缺點 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 先 把公式填上去 但是你會發現 那到底要填多少 才對 剛剛我大概填到1800多 可是如果你資料越多的話 你是不是說要全部每個都填 這個感覺好像有 也還是有點不太合理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只會函數 那就只能這樣做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說 那如果我不要先填上東西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用VBA才能完成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函數的話 那就多一個if 邏輯判斷 OK 那再來第二個是 如果要讓它自動帶出什麼 單價的話 單價 那你這個地方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什麼事 用 幾個方法把它查出來 那查的話 前面我有講過 有關那個 這個 插入函數裡面 有關那個檢視與參照部分 其實這裡有好多個那個 查詢的相關的那個函數 那 不過裡面大概最普遍用VBA函數 不然我們就用VBA函數 那也就是說如果它現在的是哪一個 比如玩具 它要自動帶出它的隔壁欄的資料 那我其實可以用VBA函數來做 可是問題我怎麼做 但是第一個 我需要在這個地方 先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名稱給它 OK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在這邊先把 這個對照表 先建立起來 那我的習慣 先把那個 這個範圍就是 品名跟單價底下這個對照表 不包含那個欄位名稱 建一個名稱 不過特別說這個名稱 你就不用在這個定義名稱 這是一個單欄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範圍定一個名稱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 上面這邊 你給它一個名稱 也許我叫做什麼 品 品名的對照表 也許給它一個名稱 那這個時候 你會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裡給它一個名稱 那將來你可以用F3 就可以把 這個範圍的資料給帶過來 當然 或者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在 公式裡面的定義名稱 也可以定義這個 這個範圍 好 定義好之後的話呢 那我怎麼把這個帶過來 其實可以插入什麼 撐照與 檢視與撐照裡面的什麼 V2函數 那V2函數 第一個他問你說 你要查什麼 那查詢 V2函數 一定是查對照表的第一欄 所以我查這個東西 玩具 在哪個對照表 F3 剛剛我們做了一個 品名對照表 OK 就是這個對照表裡面呢 幫我查查看 這個東西 它的相對 相對的那個位置裡面的 第幾欄呢 因為總共有兩欄 那他一定會第一欄 一定是查第一欄 所以呢 帶回來什麼資料 一定是在非第一欄 所以這邊輸入二 然後呢 比對方式完全一模 就是完全比對用零好了OK 那你會發現他會幫我帶出3303按確定 OK 自動帶出來 可是問題來了 那將來如果說呢 我希望他自動帶 自動帶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辦 其實道理一樣 把這個怎麼樣 剪下來 插入函數 一樣用什麼 邏輯 也就是說 當他裡面的資料 這裡面有資料的話 OK所以這個裡面的資料 等於什麼 假如說是等於空的 然後 那我一樣是空的 反之呢 我就把剛剛的 貼上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一樣 你必須要 向上填滿 給他填滿到哪裡 某個位置吧 也許你就向下填滿 那如果填滿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假如我輸入了一筆資料 因為你這邊有填滿 有沒有 他會 點一個 CD 自動帶出來 點一個 書 自動帶出來 OK 這邊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 會帶出編號 這邊會自動帶出 單價 OK 再來你就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 數量 Enter 但是你Enter過之後 這邊要帶出小記 所以這個小記呢 是把這兩個相乘 什麼時候要帶出來 當 這個不是空的嗎 OK一樣嘛 所以 你可以先做什麼 他裡面的公司 就是等於這個 乘 這個 打勾先做第1階段 第2階段是 把它再減下來 做什麼 做判斷 所以判斷的話呢 就是當這個裡面的資料 假如等於空的 一樣是空的 反之 就是把 相乘的結果 幫我帶出來 那一樣 先拉一部分 假設這樣 你可以往下拉 那如果輸入60個 Enter 把10個 Enter 這個時候呢 他就自動幫我帶出來了 那最後呢 再填上 他的地區 這樣的話感覺好像 就 可以自動化 那這裡面 全部都沒有用到VBA 全部都是用函數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邊的話呢 主要我們最後就是 以後輸入就可以直接自動 假如客戶說挖一個CD 那我數量要100個 OK 那我哪個區域呢 我是在 北區 OK 做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只要你有輸入 需要自動化的部分 那就可以這樣做 那主要就是 用if來判斷 OK 每一個基本上 你可以先做底下這個 做完之後怎麼樣 剪下來 放到 放到那個if 裡面的邏輯去判斷 做完之後按確定 記得要先做 做往下拉的動作 那至於你要先拉到哪裡 那個可能你自己決定 但是這個缺點就是說 你要先往下填滿 如果你沒有往下填滿 比如說你可能填滿到 要1300列 那你剛好做到1300 零一列 糟糕沒有跳出來 因為你下面還沒這種填滿 那這個會有這個缺點 所以也許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 用VBA 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可是VBA的缺點是 城市 比較複雜 而且複雜很多 難度 非常的高 這個我還有點猶豫到底要不要講 OK 沒關係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 當然就是幾個比較重要 至少你這個會啦 至少我覺得 也已經可以達到 輸入自動化的目的了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